绿色情报园 绿色是一种生活态度 是餐桌上的坚持 也是地球公民的责任 让我们聆听土地的声音 用心守护环境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麦小田 我们知道六月是环境月 六月五号是世界环境月 八号是世界海洋日 湿地光电和水鸟议题 在这个月又浮上台面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板生产国 在产业政策的驱动下 成为全球第一的光伏发电大国 世界级基地却没有引来环境生态的检视 反观台湾 人民站在第一线为水鸟把关 湿地光电和水鸟的十字路口 究竟该何去何从 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台湾专家来探讨 第一位是东海大学生命科学系教授林慧珍 林教授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接下来是台南水质生态教育园区的主任李文珍 李主任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李主任台湾的太阳光电发展受到了生态团体的关注 中国是光电大国好像反而没有听到不同的声音 对中国这边跟我们台湾民主的政策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他比较可以很快的去下达他的政策 然后去做这样的绿能的发展 然后他因为地很大 所以他有一些地方 他就比较能够去做比较融通的运用 林教授那么您的观察呢 我想不论是国家的面积大或者是小 同样都会面临这种选择地点的这种问题 我想不同的国家 他的考量确实是不一样 土地都是珍贵的 那土地珍贵的这个当中 不仅仅是换成这个人类活动的经济的钱的这个部分 但是更加如此的是在他所扮演的一个环境经济学上面的考量的角色 不管是中国或是台湾 目前都出现把光电设置在荒地 或者是水塘湿地是不是 是是 常常眼睛就是看着所谓的湿地啦 或者是荒地 一般的想法都觉得 这个大概应该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地 其实他的生态系的功能 这个部分是常常被大家忽视的 或者说不是很理解的 没有人使用并不代表他没有作用 他没有功能 他其实在生态系上面是扮演的 他应该要有的角色 我们常常讲说湿地呢 就是相当于一个大地的肾 肾脏的肾 所以 如果森林是那个大地的肺的话 那那个湿地就是我们的肾脏 跟过去大家觉得说 那就是一个荒地啊 没有什么用的地 其实差别是非常大的 我们讲的那种无用事大用 就是说他其实默默的在做 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就是过滤水质 当水质好的时候 植物啊生命啊 就会进驻进来 然后越来越丰富 产生一个健全的生态系 我们来看看嘉义布袋的太阳光电示范区 林教授当初是如何选址化地的 又引发什么样的讨论呢 就我们所了解的 在布袋那边有地层下陷 或者是说瓜瓜农地 或者是本来在做养殖的这些部分 没有使用 那另外还有盐田嘛 就是说盐田的这些 没有使用的这个情况 所以它变成是在选址的时候 目光就来到这里 但是它过去因为荒废的关系 反而没有人为干扰的时候 它有非常好的鸟矿 那这样子鸟矿的一个冲击 就会来到大家的很多人的讨论 李主任台南官田的光电发展 同样面临生态争议的问题 对 在台南因为我们官田地区 它是一起倒坐一起领降 那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 发现我们有一块区域 那边有着300多只的水质 会栖息在这边 然后打算用太阳光电板 那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 其实是蛮震惊的 整个官田地区 特别有一个里 一个区域就有76块要种光电板 官田好像是台湾重要的水质栖息地 对不对 对对对 水质源区从2000年的时候开始成立 在1998年的时候 其实水质的数量不到50只 甚至会跌到 剩下只有37只左右 就是整个台南地区 那时候就整个全省地区来说 其实数量也没有超过50只 那在之前就已经开始做了 鼓励农民他们在田里面 如果发现了水质的蛋 那只要有10颗蛋 就政府会给予补助 那只要是顺利付出来了 政府就会发给钱这样 一直到现在已经突破了1000只 算是台湾族群数量最多的 林教授 布袋盐田位在黑面 疲露的迁徙路径上 光电开发后 目前看得到 他对族群数量的影响吗 数量减少这个事情 有很多的因素 我应该这样讲 那它会是其中之一 那当然现在整体的数量 是不是有变化 这个变化又是因为谁造成 哪些因素造成的这个 确实是需要做 比较有系统的分析 才能够知道 那你说光电有没有影响 我想它一定是会有影响的 原因就是在说 很简单讲 它整个那个棲息的那个面积 休息的面积 确实就是减少 那你变成是要把它赶到别的地方去 赶到别的地方去的当中 包括它过渡性 暂时性的这个适应 是不是完成 是不是完备 那另外的话 我们有没有能够同步调查 知道说那这些鸟 从这个地方被赶到哪边去 那它整体的数量的变化 又是如何 那么国际有相关的研究吗 就过去全球的 这些不同地方的这种光电版 确实是对鸟类的行为 是会有一些影响 李主任 水质在生态环境 扮演什么样的重要角色呢 在整个国际间 它虽然没有消失的危机 在台湾隶属于二级保育类 对整个生态里面的意义来说 它其实具有的意义 它是属于农田失地的体质物种 为什么 因为我们如果这样的一个 水质存在的时候 表示我们整个农田失地的 生态服务是健全的 可是如果它消失了 或它减少 就像我们在1998的时候 水质消失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代表我们整个环境 是有变化的 那水质它喜欢栖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 水质因为它的脚趾头很强 那它把它的全身重量 就是分散在它的脚趾头上 那所以它需要利用的 其地就是一个浮液性的植物 那浮液性的植物像碎莲啊 或者是菱角 还有一些像包括水莲也是浮液性的植物 可是像水莲 碎莲呢 它们其实像水莲的面积 它叶子很小 所以它站在上面去 它或者它的蛋在上面是很容易掉下去 那就是只有菱角呢 是跟它是有息息相关 因为菱角当它长腻的时候 会很像一朵一朵的高丽菜一样 那它其实是会让整个水面 是全部铺满了那个菱角的植株 而且是会非常的稳固 所以当水质在上面繁殖的时候 它的小宝宝以及水质在上面行走的时候 是非常的安全 然后同时呢 菱角呢 它也是生物多样性最多的地方 就是这样的一个田区 可以含养了很多的生物 比如像父子虫啊 水菜啊 还有各式各样的实地 会出现的一些生物或裸 那水质呢 它就会有充足的食物 所以目前关田是全台湾最大的菱角产地吗 对 这边有大概300到400公顷的菱角产区 所以很多的水质呢 就慢慢在这个地方 慢慢的有一个比较可以安生立命的环境 让它们生存在这里 有人把水质叫做菱角鸟 或是称它为林波仙子 我们来听听它的叫声 田地不种菱角 拿来种光电板 想听见水质的歌声 就不容易了 李主任 在关田农民风种电的情况下 您看到什么样的环境隐忧呢 你种电呢 你可能认为没有污染 但是它不会放水进来 没有提供它原来既有的环境的时候 很多的生物就会消失掉 那这些生物消失掉了 也就是我们会断掉它所谓的食物链 然后断掉它所谓的循环 生态一旦消失了 它就很难再追回头了 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其实一个植物的消失 也就代表了一个地景的消失 以及文化地景的消失 怎么说呢 因为如果我们开始不去种植 这样植物的时候 这样一个种植的技术 就会慢慢消失掉 然后还象征的一个是 食物多样性的消失 林教授 您投入布袋光电和实地生态的研究 主要做了哪些调查 目前有什么发现 我们的团队参与的大概前后接近两年 除了就是鸟类的这个定时 定点的这些调查之外 同时也对水质还有土壤 那另外的话就是它水体里面的一些生物 包括浮游的也好 或者是它在那个土壤里面的一些其他的生物 一起做同步的调查 那能够做的就是说在他们施工前 建制太阳能板的这个施工中 还有施工之后 它持续一段时间的时候 到底这个鸟矿或者是它的水质 水纹这些事情 有没有能够恢复到 或者是接近以前在施工之前的这种状态 我好处想有可能的状况 会是说我们因为光电板的关系 所以它有一个很好的管理 管理的结果就是变成人员很少进出 所以鸟类当它习惯了那些光电板 然后它要愿意进出 这是一种正向思考 那另外一种即便没有干扰 光电的面积太大 以至于不论怎么样鸟类都还不进去 就是说至少我们有一个机会 是能够从一刚开始长期的调查 能够得到一点点的结果 那施工中的干扰 对鸟类有没有影响 在施工当中的干扰确实是比较大 那关键会变成是说 好那它如果被施工的这个当中被吓走了 它到底下到哪边去 那会不会再回来 这个我们目前真的不知道 李主任那我就很好奇了 绿色能源是国际趋势 各国如何在光电和生态取得平衡点 有哪些做法值得我们参考 对因为我们需要绿能没有错 但是我觉得可以更多元性 像我知道美国 他们会在沙漠地区放光电板 因为沙漠地区它本来就是 制造比较长 然后它的那个放太阳能板的话 它的效能也会比较高 那在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其实沙漠地区也有一些生物 所以在就会看到 有些鹿啊 比较大型的哺乳类动物 它就会躲在那个光电板的下面 去遮太阳 然后它就会达到一种 好像就是人跟环境之间 有一点和谐共存 那甚至有一些比如像日本跟德国 他们对光电板的利用 他们就限制的比较严谨 比如像日本它会在铁道的两边 去设置光电板 他们会在屋顶上 然后会在一些公用的设备上 去做太阳能板 而不是只是把我们生物多样性 丰富的地方拿来种电 我觉得这是未来我们一定会承受到 这样的一个环境成本 林教授您有什么看法 有更多的思考 应该是在说已经水泥化 已经在路化的这些位置 有没有可能再增加更多的面积 那当然很多的 包括我们的建筑物啦 或者是说在公有的 那个公共区域的这些地面上面 或者是那个空间屋顶啊等等 我想这是要 就是不能够一触可及 我们也知道 但是就是说 当我们的屋顶上面 有这样子的一个装置 它能板装置 不论它大或者是小 可是它伴随的是我们生活态度的改变 是 我一定可以有感的发现说 我今天省了多少电 我发了多少电 那那个当它可以形成一个运动的时候 或者是说一个态度的时候 我们对电的需求 我们对电的使用 那个想法也会不一样 没错 我相信相对的会更懂得去珍惜能源 是 考虑使用荒地或是湿地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更严肃的课题 它本来默默地扮演着平衡我们神态系角色的这种地方 真的都把它拿来做光电板的时候 那些功能渐渐没有了 那我们包括防洪啊 制洪啊 或者是那个地下水的补充啊 这些课题会更严峻哦 因为它一次灾难来的时候 我们的损失事实上是更大的 其实上个月联合国就发出警讯 全球有超过七八成的土地 受到严重的人为影响 一百万个物种将面临灭绝危机 看起来光电的土地利用 要更审慎的思考了 对对 真的还是在湿地利用的过头的这个问题 就是土地与海洋的利用的这个过程当中 第一个就是湿地破碎化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有什么样的湿地 你才会有什么样的生物啊 所以就是说你的湿地越多样 然后才能够让不同的生物 进到它所需要的湿地去 因为湿地多样性才会等于物种多样性 我们的利用的这个角度 常常都是比方说水路交界的啦 或者是说在人类比较可及的这个位置 这些位置来讲的话 这种湿地交界的这些位置 常常就是在它的种类数 或者是它的湿地的这种多样性 都是来自在这个边缘的地方 那我们刚好都利用这些地方 当然已经会看见我们的这个 面临一百万种物种的 这个灭绝的这种问题出现 是的 绿色能源是好事 不过当遇上生态 两者的拿捏要格外小心了 这里是绿色情报园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